但是女孩刚进餐厅 就被这个混混盯上 她毫不避讳的坐在了女孩面前 随后便开始言语挑逗 没有想到女孩根本不惯她的毛病 看她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 看来软的不行 那只能来硬的 混混直接小刀一亮 照着女孩的脸蛋就滑了下去 白金的脸蛋瞬间就破了像 然而女孩却不喊不叫 而是看向了桌边的一本书 当混混一脸紧张的打开后 顿感大事不妙 原来混混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泡妞 而是找女孩的母亲报仇 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等女孩再次睁开眼时 已经不见了母亲的身影 此时的她并不知道 母亲的离开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她 睁眼间十几年过去 母亲的去向之间还是一个谜 如今的女孩已经继承了母亲的职业 成为了一名专业杀手 代号安娜 这一天 上司给她安排了一个新的任务 暗杀一个私吞公款的老赖 而这一单却成了安娜的最后一个任务 她先是来到了指定的图书馆 见到了专门负责武器的姐妹三人 并为她提供了一把最新的高配手枪 随后拿着全新的武器来到了目标的家中 背包里面装着的正是那一笔要找回的钱 这时床上的电话突然响起 老黑恳求她拎死前可以接听这个电话 可安娜并不打算给她机会 但这个电话似乎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不惜上前拼命也要接听 结果拉扯中手枪突然走火 老黑当即瘫倒在地 但还不忘去接听电话 原来老黑的女儿被绑架 她为了救自己的女儿被迫无奈才偷了公司的钱 安娜本想完成自己的任务 拿着钱一走了之 可良知还是将她拉了回来 为了不让女孩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绝望 她决定帮助妇女二人 安娜将老黑送到了医院 自己在转身寻找绑匪 可她不知道得知情况的上司已经跟黑帮联手准备除掉她 但安娜带着钱来到了约定地点 并不知道已经中了上司的圈套 就在她把枪上交的下一秒 几个壮汉手持大棒子将她包围 二话不说就开始招呼 安娜从小接受严苛的训练 不仅枪法如神 伸手也是非常了得 虽然只有一个背包在手 但敌人却占不到任何便宜 解决完几人后 她快速逃离现场 来到了真正的交易地点 绑匪表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确认女孩没有受伤后 安娜扭头就追了出去 这笔钱她势必要抢回来 可还没等安娜出手 绑匪之间就出了内讧 几人为了独吞这笔钱大打出手 看到这里安娜崩溃了 前进人也被炸成了碎片 然而就在她上前查看的时候 一个绑匪突然抬起了枪 结果偷疾不成18米 安娜不慌不忙地走上前送她归西 安娜虽然身为杀手 却有自己的原则 为了就和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小女孩 她不惜被派上级 但也因此遭到了追杀 当她和女孩来到了医院 准备包扎伤口的时候 却不知 杀手早已先一步地来到了这里 并买通了值班的医生 医生来到了安娜的面前 二话不说就要给她扎针 此时的安娜也感觉到不太对劲 奈何医生手太快 一个大针头就扎进了她的胳膊 等她拿起枪准备反击时 药效已经发作 手臂完全不听使唤 她指挥着女孩拿起地上的手术刀 用胶带紧紧的缠在自己的手上 紧接着拿起了地上的手枪 同样缠在上面 与此同时 菜鸡三人组也来到了门口 好戏正式开始 菜鸡三人组被轻松搞定 等安娜才回到病房时 女孩父亲已经被医生动了手脚 没了呼吸 就在这时 上司打来了电话 此时的安娜才知道 三个菜鸡原来是上司派来的 她已经和黑帮联手出卖了自己 十几年的尽心尽力 到最后自己也只是一个用完就丢的棋子 眼看安娜没有了组织的保护 黑帮大佬伺机而动 开启了寻仇之路 二人想要开车离开 可是安娜手上的麻药劲儿还没过 她只能和小女孩分工合作 一个控制刹车油门 突然黑帮的人开着两辆车 静止冲了过来 女孩操纵方向盘一路横冲直撞 并安全地停到了角落 二人成功离开了车库 安娜带着女孩回到了自己的家 就在她准备拿钥匙开门的时候 母亲给安娜注射了胳膊的解药 她质问母亲 这十多年来的时间都在哪里 为什么当初要抛弃自己不告而别 此时的母亲也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黑帮大佬的儿子 是安娜的杀父仇人 自从母亲枪杀她为老公报仇后 便遭到了不休不止的追杀 为了不连累安娜 她只能默默地守在她身边保护她的安全 结实这些年 母亲一直都在 母女二人一下电梯就看到有一群人守在门口 情节之下 他们爬进了通风管道 从后门离开 此时的母女二人只有一个去处 那就是安娜家的祖传图书馆 刚到地方还没开始叙旧 黑帮的人就追了过来 姐妹同心因其力断金 母女也不例外 一场恶战也即将打响 女人悄悄地抽出了一本书 里面装得竟是一把匕首 这时她敏锐地察觉到 有人 她赶紧躲了起来 寻找她的黑帮分子 刚走到拐角处就被偷袭 接着她又抽出了一本书 居然是一块金砖 眼看敌人冲了过来 安娜来不及换树 拿着金砖就是一顿蒙砸 危机时刻 安娜再次抽出了一本书 顺势便砸了过去 这次书中跳出来的竟是一把手枪 就在她被黑帮围殴的时候 母亲及时赶到 踹开大门就飞了进来 此时的三姐妹也在监控中 发现了堵在门口的黑帮分子 是时候让她们长长见识了 另一边的黑帮正在四处寻找她们的踪迹 母女二人突然冒头朝着对面疯狂射击 刹那间 胡书馆就变成了枪林带雨的战场 她们拿着武器一点点的向着二人逼近 丝毫没有注意到楼上的人 其中一人趁机放出了烟雾 一时间 黑帮的人也申去了事业 另一边的小姨给小女孩戴上了耳机 播放着动听的音乐 因为此刻她就要干一般大实验 此时的小姨已经胸苦中枪 可她好巧不巧又迎面撞进了黑帮大佬 那场EVE决斗也即将上演 其他的战区也都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 安娜这边的大哥一锤锤向她逼近 眼看就差最后一下的时候 母亲直接在旁边来了一个弹刀直入 身后的小混混也被大姨用铁链死死锁住 当场凶亡 既然来到了命室发现了重伤倒地的小姨 可她们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女孩已经被黑帮大佬带走 小姨也是最后失血过多离开了他们 就在这时 黑帮大佬打来了电话说 只要安娜单独来找她 女孩就能得救 她孤身一人来到了约定地点 整个餐厅满满的都是黑帮的人 就在二人进行谈判的时候 一个服务员却总是过来打扰 安娜回头一看 原来是她的母亲 再一回头 餐厅里面所有的服务员都变成了自己人 安娜在他们的掩护下带着女孩离开了现场 这一次 她不再是被抛下的孩子 她的背后有母亲这个精英的后盾 眨眼间 餐厅里面只剩下满地的尸体和血迹 接下来只剩最后一步 就是找上司报仇 女孩来到了她家门口 并带来了一本书 书中调出的字条上面写着 看着你的良性 上司一低头 瞬间就笑不出来了 可到近时结束 子弹并没有到来 安娜和女孩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女孩教会她隐缘 教会她宽容 或许远离杀戮做回自己才是爱人最好的归宿 这层影片我要奶昔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掰掰